去年我们成交在1000套以上 如果你只是说拿它来当一个part time 或者拿它当玩儿 我建议就不要去入这种行业 这个当时的售价是320万 大概算一下的利润大概应该在30% 大家好欢迎来到两兄弟100频道 我是Shane 我是Parker 今天给大家录一期关于房地产 也是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 挨家地产的老大Mark Wang 王建伟 给我们带来一期新的分享 王总的这个办公室 是每天有大量的交易在进行的 他是一个有20多年 一个从业经验的一个地产家 那我们今天起来见一下王总 王总你好 你好 欢迎来吧 好 首先谢谢两兄弟的邀请 今天很荣幸 能跟大家面对面聊一聊 我个人的一些从业的经历 从业的一些想法 我是2001年 来Calbury的 刚好是911之前 其实刚来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年代的人 专业也丢的差不多的这样的人 其实非常困惑的 在Avis给人洗过车 在Safeway搬过火 而且还去送个披萨 经历其实是 其实是蛮丰富的 对对对 在03年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就想 一定还是要做一些事情 这都已经两年了 打工不会是一个长久的事情 所以03年的时候 实际我就开始学这个车 在华人圈子里算是比较早的 然后03年年底的时候 我Rioter就学得出来了 刚好到现在 基本上就要是 王总 那我们要问一下 大家最想听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咱们现在怎样 有一个比较稳健的投资 在卡尔加里 怎么样能够比较稳妥 没有人能保证任何东西 对吧 就像我们自己 我自己也做投资 总体来说呢 还是把ROI的计算呢 放在前边 就是投资汇报率 这个有一个 我希望每一个买方的人 他自己有一个自己的计算 计算的数值呢 可能不太一样 20%甚至17% 这个都有可能 但是重要的一点的话呢 你自己的承受能力 比如说如果说 你的放的手机款非常少 你的汇报率可能会很高 但是呢 你每个月 现金流就会很差 但是有的人呢 比如他手头现金足的 我可能一次就买一个房子 全款付掉 这样子呢 你的现金流很高 但你的回报率 可能就不是那么高 所以每一个人 有每一个人的一个 不一样的特点 那关于卖房的话 您对大家 有没有什么想讲的 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更看中什么 看中它的缺点 如果卖房子的时候呢 我们更看中 这个房子的优点 因为需要我们 把这个房子推出去 这个是我们一个大原则 你凡事有一个 大的方向的话 就不会偏离这个轨道 现在在咱们这个房地产 行业有很多人觉得 这个市场升得很快 那就有很多新的经济 很多人想要兼职 或者说因为门槛低 想挂个职 您对他们 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这个房地产行业 是一个很挑战的行业 不是一个 看上去很容易 门槛不高 但实际做起来 会非常的有挑战性 这样一个行业 因为它对人的 这个知识面要求的 其实是非常的关锋 也要需要你 要有建筑方面的知识 要有谈判能力 要有基础的customer service能力 还要有人非常organize 还有很强的marketing能力 这个确实我认为 是一个综合素质的人 在这个行业里 是比较容易取得成功的 如果你只是说 拿它来当一个part time 或者拿它当玩 我建议就不要 去入这种行业 这个行业的门槛 虽然不高 但它的日常费用 是比较高的 毕竟这是一个行业 如果你不认真做 你是玩票 最终来讲 你都是实际上做不下去的 王总平时工作特别忙 怪了一个大型的工资 平时自己有什么 个人的兴趣爱好 出去锻炼还是健身 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这个人 属于兴趣爱好 蛮多的那种人 一天我很喜欢打篮球 年龄大了 就慢慢打不起来了 现在我们是在唱歌 在直音合唱团 我觉得我还是蛮享受 这种过程的 因为作为我们这种工作 其实经常来讲 对身体是有很大伤害的 就是说因为谈判中的高高低低 和客人打交道的高高低低 都会让你的情绪上 会有很大的波动 所以如果能找到一些方式 来调整自己 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好 现在一家地产发展到这个规模 您接下来对我们公司 有没有什么一样的规划和展望 因为我自己也作为一个realtor 这样有个好处 我对整个市场的把握度 要好很多 这样子的话 我们有更好的一个经验 来带领我们这些realtor往前走 这是我的自身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的培训一定要坚持下来 我们的marketing要想各种各样的方式 这个是我一直在考虑的 因为我们是两个部分 我们公司状态 第一就是地产交易 第二就是物业管理 这两个部分我们都会相辅相成 让他努力的往前走 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 王总实际做的一个项目 我们现在在西南这一块 离当趟比较近是吧 对离当趟开车就十几分钟 你地理位置是非常方便 对 这个当然也是当初选这个项目的一个主要原因 大家可以从这边看到 大概是有五套 相当于是五对的duplex 当时第一眼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 这个项目实际上是一个商业项目 它是一个抬头有五个房子 我看到第一眼的时候 我就心里怦然一动 就比较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有一些单独购买一个duplex的经历 我当时心里边有一个估价 这个当时的售价是320万 所以我们当实际上个人来讲拿不到这么多的钱 最后有四家人凑钱 我们实际上是cash 大家一起 对 全款拿下 对对 全款拿下 您当时在看这个项目的时候 是什么具体性的 因为它毕竟是五个比较老的duplex 您是买下来准备是翻键 做flip 就是您是怎么样的一个思路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看到这个第一项目的第一个感觉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地 因为它是五块连到一起的 一般在现实中在卡尔加里 你想买五个连在一起的地 在市区内非常非常难 另外土地来讲 每一个正幅宽也是15米2 也符合我们的这样一个 对未来盖新房的一个要求 还有一个重要点 它每一个房子又是一对duplex 也就是每一个这个房子 未来有潜力 我们把它开发成四个 以前这种类似的房子 我在中央街帮客人买过很多次 基本上的当时的售价 装修之前怎么也得60到65万 所以这个房子我算下来 2022年年初的时候 65万平均下来拿下来的话 已经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价格 那最后的话历史两年 像这些的话 每一个房子里面都是有两间 所以它总有这个duplex 像这种房子的话 您现在当时一个司徒 就是说买过来 然后做一个title的一个拆分 然后里面是已经自在租客的是吧 对当时的租客都在 这五家来讲的每一家都是有租客的 所以它实际上是有现金 可金可退 对可金可退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讲解 这一个您的这个投资成功的一个案例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 大家最感兴趣的 最后挣多少钱 太尖锐了这种问题 这个房子但没有关系了 总的来说第一这个项目 我们的实施来说 这不算一个超级大的项目 但是总的来讲 它确实需要我们一个普通人 去拿这么多的cash 大概算一下的利润 大概应该在30%左右 这个确实非常不错的背包利润 你一定要有运气成分 否则的话 如果通常来讲 我们做长线肯定不会有这么多 但是房地产的我一个原则 本身绝大都是房地产 还是做长线比较就是更稳健一点 那今天的话老大已经在这了 我邀请老大一起帮我们看一个房子 一个消费者是这样 行行没问题 我们现在看的这栋房子 老大您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有幸 声音邀请我和大家讨论一下 我们怎么来看房子 这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 我们的每一个买房的人 都必然要面临这个问题 首先我想提到的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我们看房子到底看什么 首先我们强调的是 位置和结构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位置 比如说包括社区的状态 周围的一个环境 比如周围有没有电箱 朝向 侧墙 材料 房顶材料 诸如此类的 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结在这个位置上面 第二个我提到的就是结构的问题 有人会说到风水 我认为结构你进去以后 第一个感觉特别好 这种就是你要的一个风水 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感受 其他方面凡是可以动的 比如说油漆 橱柜的装修 像这些东西我基本上不太在意 因为后续呢 我们可以通过价格分析的方式 就可以得出一个这个房大概的价格 但是前提是 一定要知道 位置和它的结构的一个状态 是不是真的你需要的一个状态了 进去看一下 好好好 好 那个刚才我们在外边已经说到了 我们看房子的几个要素 我这个地方呢 我就特别想强调一点 比如说我当进到这个房子的第一眼 我会看到这个房子有哪些缺点 这样子呢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启示 比如说第一点 对面的车库和这个房子贴得很近 因为你在Inner City盖房子 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未来地的问题 一个地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 这种房子基本上都是15米2 这样子弯的地呢 切分 变成两块地盖出来的房子 但是呢 纵深 有的可能是30米 有的可能是40米 所以这个房子的 从我的目测来讲的话呢 它还是 就盖了车库以后 还是比较小 因为这个我买房子的人 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刚才呢 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看到它跟邻居之间的间距 是非常的比较近 比较闷 所以呢 这个来讲 我记得大多数人呢 稍微要注意一下 其他的方面来讲 我记得总体来说 还是OK的 这个房子呢 我觉得代表了我们卡尔加里 一个中档装修的一个房子 比如说石英的台面了 Timney fan了 升到顶的这个 橱柜了 这些东西 我觉得基本上都是一种 中档的装修 而且Inner City的盖的这种房子 来总体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直通室 因为受地的影响 直通室 所以结构上 它本身比较简单 当然它做了很多的reeling 让你感觉到这个房子 还是比较open的 还有一点 我想就是强调的是 看这种Inner City的房子呢 我一直在反复强调 一个地宽的问题 因为咱们这个房子 是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因为它的地呢 将近17米的地 一般的地呢 一般的我们标准地15米2 所以呢 它这个房子盖出来 比一般房子要宽 大概1米左右 所以从视觉的小数上来讲 你不会觉得 这个房子很窄 当然这个房子 它本身是8米5的地改的 所以呢 它这个房子 比一般的房子 要宽宜对视觉上的感觉还可以 其他装修呢 我基本上达到了 我们这个地方 一个标准装修的一个状态 明白 像咱们 你们觉得在这种 市中心的这样的房子 尤其是这种宽心的房子 咱们华人客户全体 有喜欢吗 这个确实是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的事情了 如果是追求 比如说距离的 比如到通勤比较方便的 那当然Inner City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喜欢宽敞的 那当然 就是外围似乎要更好一点 当然主要还是取决 请问黄总 那请问一下 像咱们现在Inner City 这些房子 尤其是Infile以后 总体价格都已经非常的高了 像独栋都是90多 有些duplex甚至也达到 110、120 看他们的大小面积 像这些定位 您会不会觉得有些高呢 这个我觉得还是 根据个人的一个需求 比如说医生 他需要通勤的时间比较短 他可能会比较喜欢 这种Inner City的房子 当然价位呢 来讲的话 你现在的市场 最少要考虑在 100以上 买一个版本的一个对盘 所以这个其实是 因人而异的 我们买房子本身来说 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事情 明白 所以说就是说 并不是说 因为这个房子的价格太高了 而是他只是要找到 合适的 针对着人群 他就是有这个 大家就有机会买到 这个相应的喜欢的property 没错的 就是说我们当 带客人买房子 我们有的时候 跟Riota讨论 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讲 在最早你interview 这个客人的时候 一定要问清楚 他到底要什么 他的barget是多少 比如说 他是以学校为导向的 还是以面积为导向的 还是以某一个社区为导向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在Riota在带他看房子的过程中 你可以帮助他去 尽快地去达到 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如果他偏利了 他开始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拉回来 感谢王总 今天我们这个 王总带我们了解了一下 怎么样在一个房子里面 找到他的优点和缺点 然后怎么样保护 我们客户最高的一个利益 这是最为一个地产经济的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从业的要求 感觉我也在打十年篮球以后 就加入您的知音和尚团 哈哈哈哈 你有希望 干这行业一定劳逸结合 哈哈哈 一定要劳逸结合 我只要看房子不是这个饭点 我一定会提前把饭要吃 这样的Realtor呢 我觉得也是一个负责任的Realtor 太好了 我发现我是一个负责任的Realtor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